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赛队伍中除了中华大学代表队以龙猫造型双夺人气王最佳造型奖 而象征最高荣誉的最佳团体奖则由北科土木拿下 过去推广环保活动都以民众投稿主办展出的静态形式进行 纸箱战争结合资源再利用的环保观念 透过动态竞赛的呈现确实让环保交易进一步向下扎根 陆港在每年的工艺先师鲁班公农历五月七号诞辰前后 都会举办鲁班公宴 邀请各领域的艺术家以精心的创作工艺品作为祭品 向鲁班公表达敬意 每年冬奥节陆港都会举办鲁班公宴 恭贺巧胜先师诞成 陆港的鲁班公宴是每年传统工艺界重要盛世 近年也与陆港传统文化结合并扩大举办 为鲁班公宴注入一股活力 也让鲁班公宴的祭祀形态得以延续 我们这个鲁班公宴已经运营到今年刚好21年了 刚才21年 我们这个鲁班公宴 我们是去邀请全国的一些国宝集 以及新船长的 很多的大师集 来参加他在厨林最定位的作品 工匠医师希望借此向祖师爷巧胜先师禀报 他们已传承一身好本领 得以让传统记忆永续流产 并展现奉献自身 与文化资产保存的决心 鲁班公宴是台湾唯一以工艺品作为看桌祭品的四点 鲁班弟子将截出作品封献给祖师爷验收 其中不乏荣获人间国宝 国家工艺成就奖 新船奖等大师的作品 共汇集108桌 能够参与鲁班公宴对义师来说是莫大的殊荣 这幅作品就是刚好我们在鲁班公宴之前大概半个月前我们才完成的作品 那这这件作品的主题它叫做苍龙教旨 就是由我父亲他做大只的龙 那我是做小只的龙 有传承的意思 陆岗为传统文化重镇 拥有丰富的无形及有形文化资产 透过政府及民间团体持续推断文化资产保存维护 才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永世流传 鲁班公宴除了展示义师巧夺天宫的作品 更展现出义师努力传承传统技艺的坚持与勇气